有一篇文章很想和你分享 可能会救到你一条命 或者救到你身边很多人的那条命 是内行人业界爆出来的黑幕 是一位台湾医生说他们的情况 他写一篇文章叫做《哪些医学背后的黑幕》 大家一起听听 他说我是个麻醉科医生 我协助外科治疗疾病 因为我的工作和我自己想健康 我需要了解疾病是怎样的 5月15日优秀中天电视台主播史哲韦先生自杀身亡 5月12日台南白河吴先生自杀身亡 板桥的彭女士自杀身亡 如果他们不是吃了抗忧屈剂 我今天不会写这篇文 因为我只是想大家知道真相是怎样的 过去我做医生做了20年 我大量阅读了西方自然医学的著作 和东方中医的书籍 也读了物理学家所研究的能量医学著作 很早就明白到正统的西方医学 不是有所有医学的答案 你知道吗 所有的病 西医总之不知原因是怎样 就叫做症 或者叫症候群syndrome 但大家都不了解病和症 是两样东西 刚才说症 透过媒体宣传和其他行销手法 就很容易教导 误导大众 将症当作病 就要去看医生 就要去吃药 例如你睡得很差 你很焦虑 你很忧郁 还有一些更年期的现象 老人的骨質疏松等等 这都是症状 只是我们生活里面 种种的经历 大家分不清病和症 就是 于是西医利用这个无知 他们从中受益 还有受益的 不用说就是药厂 医生西医和药厂一结合 就变成了发明疾病的人 这是书名 发明疾病的人 这本书是一个德国的资深医疗记者寫的 要去推销这些病 需要很多钱 钱怎么来的 你知不知 听说全世界有三个大产业 是最赚钱的 石油、军火、制药 药厂的确是最赚钱的其中一个产业 这个制药工业 如何教育大众 它打广告宣传药物 透过媒介炒作疾病 他们还有其他的手段 首先医生和药厂 就要成立一些公益的团体 就是慈善团体 曾经患过症的人 吃过药的人 告诉大家 症很严重的 很严重是病来的 然后受苦的患者 得到大家同情 大家注意 这个症就是得到宣传效果 这些运作经费 就来自那些善心人士 其中包括了药厂的捐款 但是大家不会知道 正是表面的现象 例如发烧、头痛、咳嗽等 这些都不是病 这些只不过是感冒的症状 病就是因为身体里面的器官 细胞出了问题 搞出来的事情 不用说 药厂都会捐款 给知名大学的医生 或者教授做研究 教授升职就需要研究报告 药厂就需要研究报告 去证明它也有效 这样的 这些经费就不会直接 药厂就是开支票 给研究机关的大学那些 留下痕跡 不会的 经费来源可能是政府单位 或者私人的基金会那些 鱼帮水、水帮鱼 很自然 但是呢 你说有没有可能 那些有心慈善的人士 会要求研究的结果 是向着哪个方向发展的呢 这种鱼和水的关系 有历史的 1968年 哈佛医学院的病理学 助教教 有一位医生 叫麦库利 他研究 就证实了 同伴光安酸 是会造成 心脏血管阻塞的 但是呢 他就是 工作都没有了 被逼离开哈佛医学院 就去到乡下 一间小医院里面 做病理科医生 完全申请不到 任何研究的经费 为什么会这样呢 当时 很多很多经费 投注在 研究胆固醇那里 想钉死胆固醇 要让大家相信 胆固醇是造成 心血管阻塞的 就是那些密集研究之后 治疗胆固醇过高的药物 立刻上市 即是丑化了 每个都买他的药 令到这种药 一年 就是 给药厂 无数 那么多尽障 不但是这样 西医 西医界 不断降低胆固醇 需要食药的标准值 就是去到多高 你就要食药 它不断降低 就是说 越来越多的人 就是这样的情况 就要食药了 那 医生的收入 和药厂的收入 是挂勾的 息息相关 那 刚才提到的 同伴降胺酸 50年来 没有人去关心 为什么呢 因为要降低 同伴光胺酸 同伴光胺酸的指数 你吃维他命就可以了 药厂 没有办法靠维他命 申请专利 医生如果用维他命去医病 就被其他医生攻击 所以病人的利益 就不用考虑了 在台湾抗憂鬱剂 和震静剂 曾经是精神科医生 才可以开出来的药 医师公会 医生署争取 所有医生都可以开 这些药品的处方 不用经过精神病 精神科医医生 文明流行病 这个抑鬱症 幽鬱症 再次证明 医生的收入 和药厂的收入 是挂勾 息息相关 为什么医生经常告诉人 你这种病没得医 要长期吃药 因为病人如果好了 开少些药 收入就不够稳定 现在的医疗保健制度 让医生可以开多些药 增加收入 她的老婆要买Chanel 她的儿子要补习英文 你找些熟客 开多几支药 就行了 还有 为什么所有医生 所有人都可以开抗忧鬱劑 和阵症剂 因为精神科 没有具体客观的科学根据 忧鬱症理论上 是脑部的血清素不够 但它不需要抽脑部的液体 你要验一下有多少血清素 才可以开药 医生说你是忧鬱症 你就是忧鬱症 一般大众也想不到要问医生 为什么叫忧鬱症 不叫忧鬱病 大家都被人教育 成为乖乖地听医生说 所以不会问医生 为什么不抽血 或者做其他检查 看看是否哪个器官出现问题 才说我有忧鬱症 总之大家看到医生说那件袍 看不到其他背后 无形操纵的药厂推手 甚至在医学地位很崇高的期刊上 很多的研究论文报告 其实是药厂的研究人员写的 写完之后拿出来挂上 哪个大学医学教授的名字做作者 或者是哪个医疗中心的医生做作者 专家做作者 这些东西不升枚举 搞到美国医学院 美国医学会期刊 其中一个主篇就是《愤疑辞跡》 它爆了这些东西出来 写一本书叫做《有药厂黑幕》 大家去看看 现在最容易去卖的疾病 只不过是忧鬱和过动 抗忧鬱剂就是会引发自杀念头 和暴力行为 美国食品药厂管理局规定 药厂先要警告的标语 印在药物包装纸盒上 即是说你食抗忧鬱剂 抗忧鬱剂会令你自杀 和你有暴力行为的意念 但是台湾就没有一个病人 拿到医药会看到这个纸盒 医院和药房就不会将原装给他们 还有原装厂印的是英文 最近自杀的中天电视台广播 一定想不到 因为他睡得不好 吃下去的是抗忧鬱剂 才令到他想自杀 近来可怜的新北市 这些小孩就是不断被人测试 有没有过动症 我想生北市的市长 是很想为民众谋福利 但是他不明白过动症是怎样来的 是精神科医生举手投票的方式决定的 即是举手的人不够多 那些症状就不是精神病了 这种完全不科学的验測方法 曾经在1968年表决通过 同性戀是精神疾病 后来同性团体很多次上街游行 1987年有投票方式 就说这个不是病了 我想提醒市长和所有的大众 除了精神科 其他医科是不会用举手投票 因为所有东西都有科学根据 只是精神科没有 精神科时时做的一样东西 就是开更多更多的药 去处理副作用 于是病人的身体 就是给那些药丸 又开又关又开又关 没有办法自主 这样做的医生 荷包就是脏糊糊 好了 我有位朋友 他的儿子 从医院毕业 医学院毕业 选择做精神科 读精神科 老爸问他 为何要做精神科 他说 因为病人都需要乘小吃药 我乘小都没有病人 所以奉劝 如果你的儿子很冷 造成大家很困扰 一定要找一些不是精神科的医生 为他们仔细检查 有时儿子只不过营养不均衡 吃太多糖分、色素、无益的加工食品 或者蛋白质不足 就会表现出好办法集中注意力 要知道过敏 就不只是皮肤痕氧或者流鼻水 过敏反应都会令到我们坐立不安 这些林林总中的资讯 谁去完整教育大众呢? 为何呢? 我再说一次 教育大众要成本的 钱从哪里来? 药厂会花钱 教育大众不吃药吗? 药厂会不会扔钱 叫大家吃少点药呢? 毕竟再有益于患者的研究报告 总之是跟药无关的 或者是阻人发财的 是创造不出医学收入的嘛 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关系 非常之宝贵 尤其是医生和病人之间 本来应该是身怀相同的目标 大家都希望病人健康 但是医疗产业背后 就是有这些没有人知道的秘密 或者大部分人都看不到真相 总之想不成 你就想钱就可以了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所以长哥在1970多年 现在说过来 差不多50年前 就开始说 西医是人民健康的最大敌人 你觉得我很夸张 你觉得我哗众取从 你觉得我在无的放弃 你觉得我在唱衰人 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事实 我和你的健康是被一个集团长期操纵 现在我只是讲食药 我还没讲是疫情 我还没讲是其他各方面 我们的自由被人控制 包括言论自由 很感恩 现在长哥还可以在这里 有少少空间跟你讲真相 这位医生说 医药厂不会讲真相给你听 慈善全体没有那么多钱 去讲这些东西给你听 长哥说了四十多年 我很多谢这位陶医生 在台湾讲了一些诚实的话 我希望大家多多少少收到 好 好了 不知道你怎样看呢 多些支持长哥的YouTube频道 加入做我的subscriber 看我的facebook 我们多多交流 多谢你 拜拜